热情的服务态度 殿堂级的华丽 超过百款的美食 Super Buffet是你家庭欢聚 生日派对 吃几聚餐的首选 星期五六日晚餐特别推出 新鲜龙虾和生蚝 星期二特价午餐7块9毛9 晚餐13块9毛9 生日大餐 四位同行一位免费 星期五小童八岁以下 任吃晚餐免费 周末更推出超级海鲜自助餐 Super Buffet地址1221 Markham Road Elsme 以北 定做热线C62897788 女司机QEW上遭遇飞来环祸 被货车飞脱的车他击中死亡 林顿高票当选本国2011年度新闻人物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年环爆炸案 总理指责袭击背后存在政治动机 各位观众们好 欢迎收看12月22日星期四的晚间新闻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的消息 今早安省QEW公路上 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货车的车胎意外脱落 导致一名驾驶车的女子 无辜被击中死亡 山警说事故发生在早上6点45分左右 在Burlington Skyway附近的QEW南行线上 一辆货车的两个车胎飞脱 其中一个车胎 击中北行线上的一辆车 导致车上独自驾驶车的女司机当场死亡 警方表示 邵市的货车并没有停留在现场 警方还未确定 货车司机知不知道有车胎飞脱 导致这一宗致命意外 山警呼吁目的者提供线索 协助寻找这一辆货车和司机 多伦多警方正受一宗暴力绑架勒索案 追悉一名在图的危险绑匪 并呼吁公众协助提供线索 警方今天表示 正在通知32岁的黑人男子 Cardinal Senior 并发出全国通缉令 对他控以绑架和禁锢等等的罪名 案发在这个月2日夜晚 受害男子被两名疑犯绑架 更遭到毒打 绑匪向受害者的家人 要求50万的赎金 其右在指定地点交收赎款的时候 警员当场拘捕其中一名 31岁的疑犯Jason King 而另一名疑犯Senior就逃脱了 警方事后在北若克区 York Mills甲DVP地区找到受害人 警方为保障受害人的安全 暂时没有公开他的身份 华尔智维红教论报道 药客区要求对公车局 罢工工人设立狗刹线 颁布禁制令的申请 今天获得法院的接纳 根据法庭的裁定 虽然罢工工人仍然可以阻截巴士 但阻难的时间 每次只限于3分钟 而且每次阻难的巴士 不能超过5步 药客区议会指 罢工工人设立狗刹线 为乘客、司机和行人带来不安全 甚至有罢工工人恐吓司机和乘客 以及阻碍乘客上落巴士 药客区公车局员工的罢工行动 已经进入了第9个星期 昨天代表YRT员工的联合运输工会 第1587分会 和两间获外判提供公车服务的公司 重启谈判 不过工会说谈判并没有成果 至于代表Viva员工的联合运输工会 第113地方分会 仍然没有跟资方安排重返谈判桌 今天是冬至 在冬天正式来临的第一日 而多伦多仍然持续反常的和年天气 环境部预测 今天最高温度有摄氏6度 晚上可能会降雨 午夜之后转为少量飘雪 未来会降至零下5度 往年这个时候 气温一般都在零下1度至零下7度之间 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冬至 在一年中白昼最短 夜晚最长的一日 多伦多今天只有9个钟头的日照 日落时间为下午的4点44分 另外多伦多显然将会迎接一个绿色圣诞 星期六圣诞前夕不会落雪 最高温度为零度 圣诞节当日最高温度有1度 最低零下2度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多伦多皮尔顺国际机场将会迎来最繁忙的两日 一般情况之下 皮尔顺机场一役的客流量 大约有8万7千人 但在今明两日 机场每日会有超过10万人 乘客等待办理登机手续 同托运行李等服务的时间将会有所延长 因此机场员工提醒乘客 首提行李中的液体和胶作物 要使用100毫升的容器来装住 并放在透明胶袋内 尽量不要包圣诞礼物 因为机场人员可能会在检查行李时拆开礼物检查 转体本国其他方面的消息 本国政府今天宣布 本国民众有望在不久的将来 使用Nexus Card 乘搭旁班飞往美国 并且会加快持卡民众的通关出道 联邦交通部长 Steven Fletcher宣布 本国的民众今后在飞往美国 或者其他特定目的地的时候 还可以将Nexus Card 当作身份证件使用 Nexus Card这个项目 在本国各大机场实施 已经有几年的时间 满地河 屋台华 多伦多以及温哥华等地的机场 都设有自助以及通关设备 并有专门为Nexus Card持有者 开设的特殊通道 Nexus Card的矿展项目 将会有望在明年2月份完成 办理一张Nexus Card的价格为50加元 有效期为5年 这个月7日 总理哈柏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共同宣布了加美贸易及安全协议 而加快本国民众 前往美国通关手续办理的速度 是该协议的关键之一 此外 协议还规定 乘搭飞机在美国中转 前往其他目的地的乘客 如果行李已经在本国通关 就不需要再在美国再进行检查 协议还加强了 加美两国安全标准的一致性 信息共享 以及边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 WOW TV红教论报导 交通社的一项年度调查显示 联邦新民主党 已故党魁林顿被选为加拿大 2011年度新闻人物 这项调查由加通社 向本国的编辑和新闻总监收集意见 在8月因为癌症而逝逝的林顿 以90%票数当选 是有关调查进行65年来 最高的得票率 排第二的是总理哈柏 但哈柏的得票率只有5% 加通社还和日呼.ca 共同进行一项网上调查 由公众选出心目中的年度新闻人物 结果林顿同样以大比数票数当选 有半数受访者选林顿 第二位的是冰球评论员Don Cherry 总理哈柏排第三 占领加拿大运动的示威者就排第四 WOW TV红教论报导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天裁定 联邦政府要求成立全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做法 不符合宪法 高院法官一致认为 联邦政府不可以散夺目前各省政府 管理证券市场日常运作的权力 这项裁决虽然没弱出力 但联邦财政部长费拉迪已经表示 政府会尊重法院的裁决 费拉迪在2010年5月提出 《加拿大证券管理法案》 呼吁各省加入一项全国性的计划 将监管证券及股票交易等等的事务整合 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监管机构 联邦指 金融市场已经和全球经济紧密相关 国家需要发出统一的声音 不过联邦政府无法和各省达成一致 所以提交法院进行裁决 法院的裁决令联邦政府的计划告吹 不过法院亦表示 如果出现证券交易对整体经济 构成系统性风险的话 联邦政府仍然可以介入 包吱比鸿教论报导 转体下国际方面消息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今天发生一系列爆炸袭击事件 涉及全市十几个城区 目前至少导致69个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由于部分人伤势严重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巴格达今天发生四宗汽车炸弹集击 五十宗路边炸弹集击 和火箭弹集击 总理马利基表示 今天发生的连环爆炸集击 背后存在政治动机 他认为 集击者对无辜的民众发动集击 是想破坏国家政治进程 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 哪些政治势力可能是策划集击的幕后力量 近来马利基和其主要对立的政治阵营 信尼派主导的伊拉克名单之间的矛盾 有所激化 伊拉克最高司法机构 最高法律委员会19号 对属于伊拉克名单的副总统哈希米 发出逮捕令 罪名是涉嫌参与恐怖活动 分析人士认为 对立政治阵营之间的冲突 可能引发国家安全形势的动荡 但由于马利基政府基本控制了军队 所以暂时没有发生大规模内乱的危险 由于法国国民议会今天表决 通过了对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行为 加以惩罚的法案 土耳其总理埃尔·埃尔多安 随即宣布对法国采取制裁的措施 埃尔多安宣布 土耳其决定取消和法国的所有经济 政治和军事会议 取消原定允许法国军用飞机 在土耳其境内着落 又取消原定允许法国军战艦 在土耳其境内靠岸 土耳其还决定立即召回其驻法国大使 法国国民议会今天通过法案 对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行为的人 处以一年的监禁和4万5千欧元的罚款 亚美尼亚大屠杀 是指1915年至1917年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150万名亚美尼亚人死亡的事件 亚美尼亚认为这件是大屠杀事件 而土耳其历界政府都否认 这个是大屠杀事件 并声称死亡数字比夸大 欧洲多国发生工人罢工 抗议紧缩措施 所以圣诞节会去到欧洲旅行的人 就要份外留意了 比利时交通工人罢工 欧洲之声Eurostar将会终断部分的服务 而法国机场安检人员的罢工 也都已经进入了第七天 另外希腊火车工人 今天中午开始五个小时的罢工 预计西班牙下个星期 会有更多航空公司和交通公司的员工加入罢工 全体另一只消息 美国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幅 按年率计增长1.8% 即是上个月首次收定后的2% 但高过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增幅 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 第三季度经济增幅向下修正的主要原因 是在消费支出放缓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只是增长了1.7% 增长高于第二季度的0.7% 但少于上个月首次收定后的2.3% 个人消费开支 占了美国经济活动的3分之2 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美国政府通常对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公布三次 分别是初步数据 收定数据和最终数据 这次发布的第三季度数据为最终数据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消息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的中港台幻节会为你报道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决定由12月21日起 暂停活禽攻港21日 三名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联 梁振英和冯剑基 先后出席自由党举办的论坛 介绍参选政綱和理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营造隆重的气派 需要细节的注重 由大型礼堂布置到餐桌用品 一一精心安排 配合大量的免费车位 加上24小时的保安服务 先可以清得上宴会的首损地方 欢乐喜庆尽在龙藤金角 欢乐喜庆尽在龙藤金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